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对此议题表态的耶鲁教职员担心新加坡校区 不会尊重人权或是政治自由 耶鲁行政部门却叫各界不用担心 说新加坡校区校风完全自由 但新加坡政府似乎与言论自由势不两立 最近一名英国作家被捕 另一名华尔街日报记者被罚款 都只因两人批评新加坡法律系统 为求自保 新加坡民众只能自治 看来掌握经济大权的新加坡政府 在见效后对耶鲁的影响力不容小区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